那在大概3點 3點10分左右 發現這個民 因為沸沸 就是發現這個沸沸在這個民宅裡面 就是之前有經過我們管制人員的一個民眾的告知 還有管制人員的一個巡查 然後有發現沸沸在這個屋子裡面疑似 然後在我們管制人員 管制人員在現場做一個查看 因為他們這個住家的後面其實是幾個非常暗的一個房間 所以變成就是說我們的管制人員第一時間在現場 他並沒有發現到這個民宿 這個廢廢的存在 當他要去拿手電筒的時候 剛好遇到了這個所謂的獵人 那這個獵人剛好有手電筒 他就自己上去照 然後也自己去做了一個射擊的一個動作 那當下我們同仁所有的人 我們並不知道這一支槍是真槍實彈的槍 因為在我們整個過程當中 包括我們這一個禮拜 一個多禮拜來的搜救過程 一直以來都是以誘惑 不然就是以麻醉槍的方式下去處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有待於後續這個警方去做一個釐清 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說他帶的是真槍實彈 今天我們可能要留下來 我們也不會迎面對主 我們的電通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